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基因与范音的范例 那这个是一个图表阅读 它说呢 我们可以借由声音的频谱 来判断它是闭管乐器还是开管乐器 闭管乐器意思是一端封闭 开管乐器意思是两端都开口 闭管乐器是一端封闭一端开口 好那A选项 它这个乐器它吹出的声音里面 不是只有基因还有范音 那基因和范音形成铸波 它的强度就比较明显 所以在这个图中我们就看到 100赫兹200赫兹 300 400 500 600 就有比较大的强度 好那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 像A选项 这个100赫兹200赫兹300赫兹400赫兹500赫兹600赫兹 它们的供应数最大供应数就是100 所以它就是100的倍数 这些 这些 驻波的频率是100的倍数 它就是说它的基因就是100赫兹 然后它的倍数又是12345 而不是13579 所以根据我们前面几则影片的介绍 如果驻波的频率条件是基因的整数倍 那这就是属于两端开口 就是开管乐器 所以A选项是错的 A选项说它是闭管乐器 是错的 因为闭管乐器 它的速波频率 它的泛音 是基因的激数倍 13579 不是整数倍 所以A选项是错 再来B选项 升速如果是340 那空气柱的长度大约是1.7 这个就直接带我们的公式 那我们现在已经判断 它是两端开口 那所以用的公式就是这一个 那把数字带入 基因100 基因就是n等1 升速340 那除以2L 降去求出L是1.7公尺 没错 所以B是对的 好 再来C选项呢 如果温度降低 因为温度会影响升速331加0.6T 那升速从340降为330 那吹出的频率会降低 这个可以从这个式子看出来 当我们的N和L都固定的时候 当我们的N和L都固定的时候 升速降低 那频率也会降低 所以C是对的 再来猪呢 它吹出的月音只有100赫兹来决定吗 不是 声音的音色是这些全部叠加起来 这些全部根据它的振幅的不同 做振幅的不同 所占的比例呢 去做叠加 它出来的就会是它的音色 所以猪是错的 不是只有100赫兹来决定 在E选项呢 温度不变 用不同的力道吹奏 有可能吹出频率700的声音 没有错啊 因为看起来它就是 100的整数倍会产生驻波 所以700赫兹是100的7倍 就也可以产生驻波 所以E选项是对的 好谢谢